哎呀好開心喔 出氣中 瀰漫了酸臭的味道 快點唱 嘿 慢慢坐起來 嘿 恭喜吳宗憲 陳漢典 露露 終於在金鐘舞吧 以綜藝大熱門 拿下綜藝節目主持人將 順利終結五連槓 尤其這還是陳漢典 出道18年的第一座金鐘 真的太感人了 恭喜漢典 慢慢坐起來 第一座金鐘舞吧 耶 謝謝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時機點拿到這個獎 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因為18年了嘛 那因為我們長大之後 18年你會忘記你 你孩童時代的那種 那種童真有沒有 那種純真 所以要提醒自己 不忘初心 這個獎也是提醒我 要繼續的往前衝 謝謝評審給我的這個鼓勵 對啊 每次我們在那個 山地攝影棚在錄 綜藝大熱門的時候 然後一邊錄 然後在金鐘獎過後 就是都會一直聽到 看看臉再罵三字經啊 或者什麼 一直埋怨 今天開始不再埋怨 對不對 不會很抱怨 不會很抱怨啊 我們錄影錄得很開心 我本來就是夜貓子啊 對不對 可以錄到早上也沒有問題啊 今天應該是我最後一次參加金鐘獎 那個江蕙姐姐二姐啊 留下一個很好的標杆 得了太多了 再得獎 也沒有那一份當年 初次上舞台的那個激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留給年輕的朋友 完了他今年沒有得獎 我覺得太可惜了 你要他們怎麼樣再努力呢 這個都已經受傷到了 右腳直接去看那個樂園的 也柱子直接上去 我看在旁邊 其實我掉了眼淚 這個節目不得獎 那我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期待 把今天與得獎之之交臂啊 會影響在家裡的地位嗎 沒有什麼地不地位的啊 但是就是 沒有地位啊 不是 我不是傳奇奇安慰的嗎 他是有問我說 吃東西的嗎 喔 Energy演唱會有 安好的嗎 其實他們講的 我都還不知道有這樣的消息 如果今天Energy有演唱會的話 我一定要在上面投人氣獎的票 對 應該男友人是根本就沒有節目 然後還走兩次紅坎了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關係 讓兩個人都沒有得到 你不要這樣 你剛剛就很怕有人講這個 你剛剛沒有起碼 你不要來跟我們走紅坎啊 我們撐個好好的 對啊 我還帶木木來 都是木木的新聞 我現在不叫KID 我現在是木木的爸爸 真的吧 記 aprendita 啊 不好 對 你在 canal 鬼 小 小 小 Bew